臭小子还没走两路就把帽子给丢了 姐弟,你失去你的三关事 哈喽,大家好,我是熊瓦冬冬的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多伦多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在这里生活着600多万的轮口 在城市的现代化过程中 也没有停下对大自然保护的脚步 距离房门的市中心不远的东北郊 就有一座国家森林公园 它就是红河谷国家城市公园 2017年,安大略省政府正式将这片土地 移交给加拿大公园局 从此,它成为北美地区第一个 也是最大的城市国家公园 公园位于多伦多的释迦堡 以及北部城市望景和东边城市匹克岭的交界处 不管是开车还是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都很容易到达 在没有疫情的夏天 多伦多政府还安排专门的shuttle bus 接送市民前往参观 还配有专门的导游讲解 全程免费 城市公园主要是红河峡谷的保护区域 和蜿蜒在几个城市的交界处 从北往南注入安大略湖 我们要去的是它上游部分的一个小支流 多伦多抓小龙虾的最佳去处 这种感觉真好 就是一路下来的东西是 不看到 这个留意吧 Face go face 图 对图 go 我们到了 虾虾虾虾虾虾再图 sand cream 臭小龙虾 还没走两步就把帽子给丢了 还好返回来找 它就有点像一种小森林 然后底下是一条小溪流 然后我看大家都从这边走 五行缺水的熊丸 一下子就被小溪给吸引住了 哇哦你看它 然后往那边走应该是有缺油 它是河谷流域 就是峡谷 有点像小峡谷 这是红河的其中一条支流 哇哦 good job 我决定先不抓小龙虾 先去对面走雀游hiking 如果想要去对面走雀游 就必须从这个独木上走过去 拎着熊娃就走过去了 所以没有拍下走的过程 走到对面 就是多伦多夏天里最美好的景象 一片生机薄薄 大片大片的绿地草坪 树木成荫 登山徒步是很流行的夏日活动 但这条不长的斜坡 差点没把我的老命给要掉了 上岁的熊娃比我坚强多了 妈咪可以 哦哦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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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 走 妈咪在这里 她背包上还有一边一边睡 Good jo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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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 妈咪在这里 我已经快不行了 哈哈哈哈 我的体力一点都不如她 我的体力一点都不如她 以前新冠库我终于快到了 爬的一把眼泪一把鼻子 It's a very good view right 就算我正在鼻子 就算我正在鼻子 夏天 又不会老 哎 哈哈 打斜坡的镜头 我们坐下稍坐休息 喝点水 补充体力 整个斜坡走上来 虽然很累 但是爆汗的感觉太好了 能看到令人震惊的景观 为什么每一次感到 你就会脸红心跳 这是我们夏天 做调整 我们本想着继续去探索 刚刚偶遇的夫妇交流 从这条tale走下去 是一个环形的步道 但意外发生了 我突然意识到她的墨镜丢了 正好有一个白人走过 告诉我 在半山腰看到我们的墨镜了 所以我们就原路返回了 半山腰找到了墨镜 我们就继续往下走 熊娃也迫不及待的 想要去抓小龙虾了 我们又需要走这个木头桥 才能进入小溪里 这一次我选择扶着她一起走 其实刚刚我和熊娃 也是像这些孩子一样走过来 我还牵着她的手 说加拿大的孩子 从小爬山涉水 在冰天雪地里放滚 的确如此 从熊娃半岁开始 我就带着她 在多伦多四周转悠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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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了吗 你做了吗 我做了 太多了 太多了 一分月一秒 你不認識 zawsze 它是水魚 不一隻魚 就會好久 SWIMMING IN THE WATER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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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 订阅哦